Leo聊世紀 天临的無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西西里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最近比賽大賽已經結束了 我們回歸到了天梯系列 這場比賽有知名選手Hera 對上天梯的這位M開頭的選手 也有名字規念 我們就略過 先來看一下藍方選擇文明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毛筆 跟槍斃的移動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 而且到了帝王世代點下塔盾技術之後 槍斌跟毛兵的遠方 好 再增加一些 那他的戰毛兵的防衛呢 變成最坦的這個戰毛兵 記得好像遠方可以高達死吧 非常坦的戰毛兵 那立陶宛人比較有特色的單位呢 還是他的這個保兵單位 列提斯 那列提斯是可以無視對方裝甲進行攻擊的騎兵單位 那立陶宛這個列提斯呢 造價 黃金還比騎士還要便宜 所以通常立陶宛人 需要用到騎士作為主力的時候 會用到這個自己的列提斯 而不是遊俠 雖然立陶宛人本身有遊俠 但是他並沒有這個三弓 而且他的遊俠跟列提斯呢 都需要靠這個聖物 撿來 或者這個增上效果 只要每撿一個聖物放到修道院裡面 遊俠跟這個列提斯 傷害都會加一 那當然不是只是遊俠 就是騎士線 一般騎士也會增加這個傷害力 所以立陶宛呢 可以利用自己的前期的封建 槍矛這個移動速度的優勢 去壓制對方的單位 在家裡 那自己趕快升到城堡時代去撿生物 獲得一個 攻擊上的一個優勢 還有這個聖物上的黃金產的優勢 通常打法是這樣子 那最近喔 也不是最近啦 就是從去年還前年開始 立陶宛這個打法 就已經有點被壓制住了 所以現在會比較少看到這個 槍矛 前壓 然後打出很大的優勢 然後城堡時代撿生物的一個打法 那現在立陶宛呢 還是比較常看到是一個正常的開局方式 像是肉馬直接轉毛兵弓兵前壓的一個打法 然後再上城堡時代直接轉2TC 然後修道院 然後雙馬最後的一個騎士打法 是比較常見的一個套路 那接下來看一下 HERA這邊是選擇的希希蟻人 那希希蟻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城樓 他的城樓呢 是比亮王塔可以多射出一發箭矢 而且裡面可以產出薩金特衛兵 還有這個長槍兵單位 所以希希蟻人呢 這個城樓也可以取代自己的升級科技 可以取代軍銀 然後去產出馬舅啊 或者是射箭廠單位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用射箭廠 這個城樓去產出肉馬快攻的話 會賣很多 畢竟你的城樓是要封建時代才可以建造 但是你的軍銀呢 是可以當時代就可以按下的東西 所以希希蟻人 如果你正要打肉馬快攻的話 不太建議使用城樓 去產出之後 再來產出肉馬來 可能會賣個好幾拍 可能會做不到太多事情 直接轉個槍矛前壓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希希蟻人呢 他的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金冠鎖指甲科技 鎖指甲科技呢 可以讓自己的騎士 遠防加2 近防加1 那他本來就有天生能力 全部的軍事陸地單位 都有額外減免傷害的效果 例如戰毛兵打自己的槍矛傷會減少一點 然後自己的騎士吃到槍兵傷害也會減少一些 所以希希蟻人算是比較適合新手入門 無腦爆騎兵的單位的一個打法 那我個人認為是有點 還是有點困難 畢竟希希蟻人的經濟甲蟲 並不是非常明顯 雖然他每點一個農田科技 農田的肉量會增加125%的最大肉量 那他的這個肉量可以採得更久一點 但實質上他的經濟來說並不會太特別優勢 對上一些經濟加成果 但還好這把是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本身也沒什麼經濟加成 只有一開始的城鎮中心會給這個160 後期的經濟加成都是每開個城鎮中心 給160的一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呢 讓他開3TC的時候會經濟更好一點點 不太容易會有這個斷村的可能性 那讓立陶宛人在城堡時代的一個3TC運轉 會更有效率一點 好這邊看到HERA直接 哇靠 圍掉了立陶宛人這邊的肉馬 我們回去看一下他怎麼圍的 這個要看一下 這個太秀了 好這邊肉馬走過來 先蓋的是前方的門 房子 然後後面木槍 厲害 這個就是我們所知的HERA 那HERA這邊打得非常優秀 好那HERA這邊打的是西西里 城樓快攻 這招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了 在高端場 可能在比較一般場的時候會看得到 那高端的方式呢 是很少打這招 因為很容易被打下來 那這HERA呢 他是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他的開稿一定要來看一下 到底搞得如何 好這邊補了一根城樓在前方 那西西里點下了一級伐木 那農田的部分還沒有點下 因為這邊羊肉還足夠吃 而且這個城樓東西是比較需要吃木頭的 他一根城樓就要75木頭 非常昂貴 但是他的優點就是箭矢數量會更多一點 但是這邊收成之後依舊是0加4 所以你說他優勢 其實也沒到優勢到哪裡 可能村民要再更多一點 但我們之前有說過 如果村民拉越多的話經濟就越差 那我們之前有這個條盾 雙倍裝載量的十人塔弓 就在競技場上面 我們結尾的時候可以放一下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結尾看 那這個城樓塔弓呢 他的血量是有優勢的 1250D血 對上一般的850D 血量多了40D血 那傷害本身防御率都是一樣的 那他的建築體積會更大一點 讓他在後面 可以再更安全的去修理自己的城樓 最主要的效果是這樣子 他的塔攻的優勢在這個地方 但造價來說也會貴了一點 好那這邊可以再拉一吋 在後面開始修理 好按了一隻槍兵 好下了一擊射 好那這時候吸吸引人 就要考慮要不要去點這個一擊農田 但是如果現在點一擊農的話會斷村 因為現在肉只剩下三個人在吃羊駝 這個羊駝吃完就沒了 好這邊看到對手利桃圓 轉出了三隻肉馬 想要來抓掉對方的村民 那這也是比較常看到的一個對應方法 遇到對方塔弓 你就直接轉肉馬去靠他家 他家爆炸了前面就容易死路了 只要他一死路 就可以拉村民直接去扁他 你就贏了 就這麼簡單 好這個遊戲 但是對手利桃圓這裡 並沒有拉村民出來開扁 而是直接 好補下更多農田 打一個經濟流 然後前面就跟他僵持住 這樣子 那現在這個對決來說 是 HERA是比較劣勢的一番 因為他這邊隨時可以低掉這個木牆 去扁這個成龍 好 好 但是利桃圓這裡還沒有點一級射 所以現在誰優誰獵還不好說 好 現在西西現在這邊有這個一級射的關係 這張箭矢射的非常痛 好 要拉非常多村民過來修一下 好 利桃圓這邊是四個人挖石頭 好 洛馬加上槍兵一直繞 但是完全抓不到可以偷的村民 HERA這邊是直接一個槍兵手 果汁店 然後牧區直接圍死 這兩隊沒有圍死可以進去 但他不敢進去 剛剛才用這些村民爆打一波洛馬 洛馬直接被村民給打死 好前方兩邊就去僵持下去 我們就去看下去兩邊會打到哪時候 那西西亮王塔 他只要四隻村民 就可以到達0加4的箭矢數量 所以你其實也不用拉到五個人 那五個人他的可能用意是想要修箭塔更快一點 那細節上的方便就是四村 就可以到達最高傷害了 好 這邊拉了更多村民往前 哇 才剛說完他要再拉更多村民過來 才會更有效果一點 好 這邊村民過來十隻村民囉 好 好 這邊往前走 直接分兩隊 要直接拆了嗎 想要手撕 當然突然又不想手撕了 好 前方直接蓋一根箭塔 本來想要過來撕 但是前方蓋了三個房子 算明這血量有點殘 要不要拉三隻肉馬回救呢 這三隻肉馬現在回來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喔 好 這裡有點尷尬 回家吧 肉馬回家了吧 好 上門再補一根箭塔 現在太忙了 好 補箭塔補箭塔 好 這邊 肉馬來可能也沒有救了 也不是沒救 可能做不到事情 而且對方的城樓可以產出長槍兵 所以肉馬現在也不用回家了 好 結果想要去打村民 被槍兵戳了個幾下 還戳掉了一次肉馬 好 這邊箭塔有點難蓋好 被射掉兩村 哎呀 還有這邊 箭塔塔攻失誤 好 這裡可以開始扁嗎 要不要拉村民來扁 對阿 直接扁一扁 完事 結果下面這根箭塔被射掉了 可能大家在控上面的時候 沒有時間控下面 造成了防守上的失誤 好 我來拉村民直接開扁 裡面村民也可以直接過來扁 不用箭塔射其實射很慢 村民打會有這個 劍毒傷害的額外增傷效果 好 前方再補一根箭塔 哇 他這裡要硬蓋很傷喔 這裡就是 HERA的一個 秤心如意的一個地方 其實就是想要看到這種結果 你拉一堆村民去蓋這根箭塔 浪費時間喔 其實這邊就直接捨棄這兩片田就好了 不要用三片田 三片田送給他 送給他 不然這邊硬蓋喔 你後面要修的村民也很難修喔 可能會讓你的防守會出現更大的漏洞 你後面直接轉一個模仿 繼續開農上去就好了 你越是跟他對塔 越會虧喔 當然你也不能說完全不對喔 你要在後面這個地方 再補一根箭塔 不要在這個射程範圍內建喔 會有點虧喔 你看現在在這邊修箭塔的話 HERA他隨時可以拿這根城樓 去處理下面這隻修箭塔的村民 但他這個地方有個好處喔 就是他可以在更外面一點 讓對方沒有辦法再更靠近前面的方位 但是 現在HERA也不能拉村民 直接扁這根亮望塔 因為後面的城鎮中心 會吃到下方的這個箭塔 下方的村民 好這裡可以收到一村 沒有問題 哇 立陶安這邊還是抓到了幾村喔 經濟戰存 雖然看起來是 他有一點優勢的 村民數來說是42村 對上41村 這邊槍兵 應該是有機會收掉 但是沒有直接硬打 好在後面補下了一根 新的箭塔 這邊西西林想要用自己 欸這裡要修一下 完了 快修 要修嗎 還是不修 好不修了 右邊的村民也是被逼退 好這裡轉出薩金特衛兵 薩金特衛兵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雙訪是2 到了城堡時代的話是3訪 坦度的話其實跟這個羅馬很像 都是坦克步兵類型的 那個薩金特衛兵喔 還是比較適合使用這個 弓箭手去解決 但是現在立陶宏的主金現在被控住 轉弓箭手有一定的困難 好在左邊挖了黃金 準備要來轉弓箭手了嗎 那薩金特衛兵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蓋箭塔 那這裡西西林 他這邊村民就只需要 讓村民進入這個城樓裡面 增加傷害就行 那這邊城人是需要0加4喔 還要再1村才可以 那一般的亮王塔是4村就可以了 這邊3個 4 5 喔 我現在變成這樣子了 需要5個人才可以 那這邊蓋一個箭塔 城樓補下去 村民拉過來 來扁個幾下 這邊村民 有機會先收掉嗎 但薩金特衛兵打村民很痛喔 想要硬收 但是箭塔在打箭塔 村民被剪掉了一隻 好這邊可以用薩金特衛兵去修理 好又放了出來 繼續深入 再繼續插 哇這裡是箭塔林立阿 好薩金特衛兵再繼續補下了一根 我們也補下 那現在 西西里這邊的一個目標 就是要把 立陶宛的農田全部插爆 讓他不能安心的種田 升到這個 城堡時代 他主要是要控金的部分 那現在所有的黃金都是在 HERA這邊的嚴厲了 三個金礦處全部被控了下來 來不及轉出工兵單位 現在要轉工兵不太可能了 只能靠買賣了 但買賣的話很傷經濟了 再派肯能使用這個 經濟流去買賣成功 好這裡直接收村解掉這根城樓 OK 好這裡補一個魔防 開始插新的農田 那剛剛收村的關係 經濟已經有點損傷了 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西西里這邊拿到 大概快1200左右的經濟量 好 那西西里這邊也沒有補下一級農田 直接開始 開稿 全部強軍是ALL IN 好這波開稿 兩個劍塔中走住左邊的一個防禦 但這裏還是沒有繼續放棄 而是繼續補下新的一根城樓 好前方也補一根 這裏不好吧 這裏不能不能不能 要撤了要撤了 人家有薩金特衛兵 人家有薩金特衛兵 他這個劍塔補的 不夠果斷了 你要補 就補在門口這個地方 慢慢森查出去 他剛有點貪心了 想要補劍塔 然後把自己圍起來 然後 在這邊蓋劍塔 但 人家有薩金特衛兵的情況下 他這個打法是很容易直接被硬拆掉的 村民農田稍微 回一下 這個劍塔沒有村民住金在裡面 那有人會說 這時候被封金怎麼辦 最簡單的方式 拉村民 從旁邊偷偷溜出去 好吧 金礦 把自己稍微微一下 然後補一根劍塔 可能就差不多了 但是 這個情況 你要去偷挖金礦 要找到對方的一個 野精 也是很困難 不管你在開局的探讀時 就剛好看到 不然這時候還要摸黑出去探路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謝謝立陶宛這邊的一個 視野狀況 視野狀況的話 是有看到野精的 這個野精應該是有看到 後面這塊金應該是不能挖 這塊金可能有機會 還有這塊金 現在這塊金沒有看到 這邊立陶宛現在時候挖完了 就會可能慢性死亡 這個劍塔可以扁喔 再把他扁一下 拉個村民去扁一下 扁啦 是我就扁了 不扁喔 扁了吧 把這個 防止滴掉 扁掉 補一個安心的劍塔 再補一個 把金控住 好這邊要手撕了嗎 手撕城鎮中心 Holy shit 西西里 薩金特衛兵 封建實態 手撕城鎮中心 這個畫面 太奇葩了 好 趕快修理一下 促進到旁邊的 廖王塔 去設計一下 薩金特衛兵 但薩金特衛兵 天生防禦實在太高 而且點下易防了 現在防禦是有3點的 城鎮中心怎麼設 都是以下3滴 而且裡面的村民宿 現在只有12村 村民趕快再出來修理 修完之後 再收進去 繼續修 但後面的劍塔 傷害越來越多 現在他繼續打下去 是有機會守得住的 薩金特衛兵 數量越來越少 傷害實在太高 震子數量實在太猛 這一波利桃玩 成功守下了 這一波的打擊 OK 看起來 七七里人還是 避到這個打法 有點難受 劍塔太多了 三根劍塔 那立陶宛這邊防守 守得非常好 那這一波交換起來 雖然七七里人看起來 損失非常多 但立陶宛這邊也是 畢竟剛剛太多村民 去蓋這個 去修理啊 這個城市中心還有收村 他其實剛剛經濟也沒在運作 所以深陣受傷的 是這個 立陶宛人 而不是西西人 哇 這根劍塔 果然也蓋不起來 直接手撕 好 直接收村 傷害非常高 好 再放出來 繼續劍 直接劍在臉上 再試一次 前面這次要圍一下 再圍 直接打一下 對 這個要直接打防止 好後面要收村 立陶宛要收村 但是沒有收 死了一村 收村 好快收快收 往後收村 前方要趕快修 哇 這邊 開稿防守 真的很硬啊 好 拉了幾隻村出來 好 進去裡面 城樓裡面 但薩金特衛兵進去城樓裡面 不會增加這個劍死傷害 這個數量不會變多 只能繼續補個血 繼續補個麻將 是可以的 或是打個poke也行 六人一桌 好 黑拉這邊是西西 要準備點城堡時代嗎 欸 剛剛要升上去 現在決定不升 剛剛取消升級了 決定要爆出更多薩金特衛兵 好 立陶宛這邊 開始肥農 點出了輪軸技術 村民處來說 是稍微落後於西西這邊的 村民差距約為石村 瘋狂 層樓塔弓 畫面相當的異常 好 看現在有血量上的優勢 是 0加4 前面都是0加4 OK 前面補了更多房子 這邊補房子用意思 派 西西這邊直接用城樓 射掉前方這些的 房子 然後直接開始射擊城鎮中心 加上更多薩金特衛兵 往前爆 好 你看這個排城 太可怕了 瘋狂量產 煞金特衛兵 哎呀 太狠了 這一招 當然這招要用得好 其實也不容易了 很多細節要去控好了 好 好 這邊 城鎮中心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來到了三十幾隻了 薩金特衛兵的數量 立陶宛這邊防守打得相當痛苦 這時候他轉馬 你都在挖石頭了 你不如去挖金 轉弓箭手 哎呀 立陶宛可能覺得轉弓箭手來不及了 轉肉馬 可能才有機會守下來 OK 往前 砍 這一波交戰 肉馬可能擋不住 殺金特衛兵數量實在太多 而且肉馬 砍一刀只有兩滴血 基本上跟箭矢傷害沒什麼兩樣 轉肉馬 我覺得是一個下下撤 不應該這樣轉的 肉馬不如還去打 HERA家裡的村民 好 後面再稍微微一下 這邊直接往後面衝 後面開始往金塔裡面收村 這邊想要圍起來有機會嗎 好上面這個有機會打破進去 後面村民又被砍到幾隻 村民差距被明顯打出來 47村對上745村 沒了 真的是沒了 後方這根建塔應該是沒救 好 左邊這邊村民直接開始浓了起來 野外挖石頭 好 補了一個挖金 一擊農田也補下了 農田非常的 超規模的量產 好 這裡再補下一根 那現在 謝謝這邊的意圖 是要把後面的資源 全部控住 好這邊要再嘗試一次 手撕城鎮中心嗎 補了更多的城樓 加上村民也在補劍塔 前面十三村 補了兩根起來 把所有的石頭花費掉 這個畫面 有點噁心 後面的肉馬想要反擊 解掉了少量的薩金特衛兵 繼續進攻 但是轉肉馬出來 是西西里這邊最想要看到的結果 因為他只要轉肉馬 西西里就知道 他不會升城堡時代了 結果上次升不上去 你看現在農田裏面有工作村民 只有 不到20個人 30個村民 都在劍塔裏面 不然就在城鎮中心裏面 太狠了 西西里這邊則是有超過50個了 經濟差距來到30村以上 那有人會說 那他不收村怎麼辦 要被挨打 這真的沒有辦法 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不然是沒救了 只能盡量夾住 趕快升城堡時代 只有這個方法 不然就是要轉弓兵 這兩個方法才對 不是只有這個方法 但弓兵的部分 剛剛西西里控得很好 先把黃金全部控住了 這邊要轉弓兵 就只能去野外偷偷採黃金了 如果有弓兵的話 西西也不會打得這麼的 算是囂張嗎 硬要硬上 因為你可以一直拉扯對方 移動速度來說 是弓兵會大於 薩金特衛兵 你可以瘋狂的跟他拉打 好 直接手撕碼 最後 想要把這個 立陶宛的 軍事產能 全部拔掉 又走了一坨 步兵進來 想要直接手撕 箭塔 兩坨兵上來 對著箭塔一陣爆打 商案非常優秀 又拆掉了 先拆除左右兩邊的箭塔 這樣只剩城鎮中心的話 就可以拿下 這一波立陶宛 應該是 要頭了 這個真的沒救了 旁邊箭塔全部都沒了 就真的沒了 肉麻稍微反擊一下 薩金特衛兵 補下了中間 這裡所有的傷害 揪了一下這根箭塔 想要擋住 好像有機會 但前方的城鎮中心也快被打爆 但是立陶宛這邊反應很快 趕快修理了起來 這時候立陶宛想說 我為什麼不投 打了47分鐘 你怎麼還不投 難道要投的人是我嗎 沒錯就是你要投了 其實這邊沈迷住 是沒有斷了 他可能覺得對方 打這種步兵爆 應該是斷撐斷到爽了 O1 O1一波流 所以撐久了應該是有機會贏的 但殊不知 對方分數 準備要反超了 雖然分數現在是歇歇已落後 但經濟方面是完全屌打立陶宛這邊的 這邊箭塔一根一根慢慢拆除 薩金特衛兵 繼續往前扛 又拆掉一根箭塔 左邊這邊衝兵也被打出來 來 哎呀 好 逐中打出了GG 196隻的薩金特衛兵 我的天 這一波 打得非常漂亮 但也是相當驚險喔 因為如果 一個沒空好 就很容易翻盤 這弓兵出來 就去了 但還好這邊西西里 是我們的頂尖高手 這個也算是我們世界冠軍 Hero 他的這個打法是相當犀利 各種細節都有顧到 先控金就對了 把這個地圖稍微觀察一下 金礦在哪裡 全部控住 讓對方斷金 那立陶宛這邊最大的問題 就是金搶回來了 卻沒有去挖金 反而去挖石頭 但石頭也是要挖石沒有錯 當然不應該完全不去挖金 你至少拉個3到4寸去挖個黃金 然後後面轉個射箭場 慢慢轉弓兵出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要弓兵來到10隻 我相信是連 西西里這個 煞金特衛兵也是扛不住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看一下這個經濟 哇 輸了1萬6 KD 1.82 好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